第226章 一页扬名 如果说要进入传奇境界 就是要考四六级的话 那么法则碎片就是历年考题精悬 有了这东西要考过去也就简单的多了 但是现在众人都渴望的那本考题精悬 却被叶西文撕裂成一片一片的 这在众人眼中 何止是浪费啊 简直就是犯罪 不过在叶西文看来却没有什么 他有脑海中的神秘空间 哪怕揉得再碎都无所谓 都能在脑海中重组这个信息 然后完全吸收 消化 对于叶西文来说 之所以要选择捏碎法则 一来是这法则实在是太危险了 整块握在手里 就会不断割伤他的手 一个不小心 整个身体都会被割裂 再来也是通过战天蒙的嘴 将这个事情给说出去 不然叶西文也怕引来什么可怕的高手 别人没有这样的手段 也不知道有这样的手段 只当这一片法则碎片已经被毁 现在整个万腰岛上纵横屁腻 足见联盟的都是真道六重的高手 除了非英蒙战英 据说可能是真道七重 甚至是真道八重的存在之外 其他人 基本上都是真道六重的存在 但是这年轻一辈 难道只有这样的程度吗 叶西文不信 光就是来的时候 看到的那个道士 他就看不透他的修为 独身一人 身法绝世 这样的人修为到什么地步 叶西文也不知道 也就是说 很可能会有不少高手潜伏 叶西文也不想引来这些高手的关注 还有大越国的八皇子等人 也还没有冒头 如果说他们都是潜心修行之士 那打死叶西文都不相信 唯一的解释 就是可能躲在什么地方 等待着局势大变 或者有其他的目的 对于这些事情 叶西文并没有兴趣 要参合进去 有这时间 不如好好探索一下 这神秘的万妖岛 最早来的人 都差不多来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探索的 被人所知的范围 依然只有万妖岛的边缘地带 核心深处有什么 没有人知道 叶西文带着已经被揉碎了的法则碎片 静止离开 战天盟的人 虽然恨得牙痒痒的 但是没有人敢追上去 没看到连父盟主萧珍都被击败了吗 而盟主柳月如也没有要开战的意思 意思很明显 就是他们加起来可能都不够叶西文打的 叶西文的强势也是深深落入了他们的心中 第九枚法则碎片出世的消息 瞬间就引动了万妖岛上无数人的注意 除了三枚落入妖兽的手中之外 这是第六枚法则碎片 紧接着他们又从战天盟的人嘴中知道 这第九枚法则碎片 居然被一个名叫叶西文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子 给生生夺走了 而叶西文这个名字 也是一夜之间为众人所熟知 要知道战天盟虽然走了无少群 但是还是有两名真道六重的高手坐镇的 实力在诸多联盟之中并不落 但是法则碎片 居然在他们的手下 被生生虎口夺食给生生夺走了 这个消息简直震动了整个万妖岛 击败了萧真之后 让战天盟盟主都不敢轻举妄动 这需要什么样的实力 立刻他就成了无数人口中的独行强者 但是更让许多人差点跳起来的是 叶西文居然直接捏碎了法则碎片 这个消息顿时让许多人跳脚大骂 就算你不要 也不要这门浪费吧 这可是法则碎片啊 居然就这么简单的随便捏碎了 普通人都在大骂叶西文捏碎法则的事情 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注意到 传闻中叶西文可是徒手就捏碎了法则碎片的 这需要什么样的实力 什么样的肉身 顿时叶西文在他们的眼中变得更加的神秘和恐怖了起来 与此同时 也有许多人吸了要去找叶西文麻烦的心思 法则碎片这种东西 碎了就没什么用了 也不是说完全没用 只是没什么大用了 就和一本已经破碎成粉末的考题精选一样 为了被揉碎了的法则碎片 去找这么一个神秘恐怖的强者的麻烦 得罪他 那是真没有什么必要 连法则碎片都可以不在意的人 底蕴之深厚 简直难以想象 正如叶西文所想的那样 果然是有一些人原本准备蠢蠢欲动的 对于争夺法则碎片 他们没有出手 不是不能出手 只是想于尾翁德利罢了 一片片的找过去多麻烦 但是等到有人得到了 再一个一个的找上门 不就有了明确的目标了吗 反正他们也不怕法则被用掉 要到能用得到法则的地步 起码也得是半步传奇 这岛上并没有这样恐怖的人存在 如果真有 他们也不敢打半步传奇境界的东西的主意 敢做着渔翁的想法的 几乎都是实力高潮的强者 都在潜伏 岛上的一脚 一身滚龙袍扶的八皇子 端坐在一个岩洞之中 修炼着奇功 脸上青龙 朱雀 玄武 白虎的形象不断闪烁而过 气息也在呼吸之间越来越强大 听到叶西文的消息 顿时冷冷的一笑 且先让他得意一段时间 整个岩洞内都在回荡着他的声音 不过别人不能领悟 内部代表着叶西文也不能领悟 叶西文有神秘空间的帮助 领悟法则这种事情对叶西文来说 唯一缺乏的就是灵气了 随着叶西文的提升 天元净能凝炼的灵丹 也从原本的每天五百枚 一跃变成了七百枚 对于普通的功法 这已经够了 不过对于法则来说 这还远远不够 法则说到底 就是这世界上根本的原则 比如说太阳东升西落 也是法则之意 水往低处走 也是法则之意 这点连真道都懂 所谓的反途归真 真就是在这一点 看万事万物 都要明白 有其规律所在 而传奇境界 则是要更深入一个层次 水为什么往低处走 为什么不往高处走 这点对于别人来说 或许是非常难的 但是对于叶西文来说 却不一样了 作为从地球上来的人 这个时候 他的优势最大 在这个世界中 虽然有强大的武力 但是很少有人会去刨根问底的 问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做 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他们所需要做的 就是按照前任探索出来的路 继续走下去就是了 或者说 还没有到达一定层次之前的武者 是不会知道 或者说 也根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因为时间很紧迫 先天境界也只有两百年的寿命 后天武者更是难说 没有时间让你每一个理论都理解过去了 只要照着前任所探索出来的路走 就是了 总之先让修为上去 等有了时间再考虑为什么 这就好像叶西文前世的应试教育 高考是一个节点 从小学到高考 一共十二年的时间 从你上学开始 就开始了高考倒计时 老师们也是一股脑的将各种指示塞给你 甭管有没有理解 先让应付过这个高考再说 而在这个世界上 节点就是寿命 武者的寿命说短也短 说长也长 说长是相对于普通人来说的 但是对于他们自己要达到的境界 要领悟的东西来说 这时间又太短了 有时候就必须要舍弃一些东西 而等过了真道境界之后 进入传奇境界之后 他们就必须要开始恶补了 原本是作为一些很简单的问题 也要开始研究的很透彻 以前觉得太阳东升西落很正常 那为什么东升西落 这个巨大的转变 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受得住的 所谓的思维固定了就是这样 只有少数一部分人能扭转过来这个观念 然后在修行之路上走得更远 但是也有捷径 这个捷径就是法则碎片 法则碎片就好像是一部百科全书 有些人尽管从来没想过 为什么太阳会东升西落 但是我知道结论啊 因为地球的自传 或许别人要想很久才能得到的结论 他看教科书就有了 这样且先不说 理解程度肯定没有自己领悟的大 因为他可能在领悟太阳东升西落的时候 也发现了公传的道理 而光看教科书的人是永远也不可能的知道的 何况这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能扭转过来就很不容易 但是对于叶西文来说 这种事情却很正常 前世的世界虽然没有强大的力量 但是刨根问底的精神倒是普遍的很 对于需要刨根问底才能知道事情的答案 对于叶西文来说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此 对于叶西文来说 这就已经比别人更有优势了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叶西文去夺取法则碎片 他看了教科书 也不妨碍他继续刨根问底 被叶西文捏碎的法则碎片 全部都被脑海中的那个神秘的空间 给吸收了进去 然后大量的灵丹燃烧 转化成灵气注入到那个神秘空间里面去 一点一点的正在重足 然后再继续刷成灵气注入到那个神秘空间里面去 然后再继续刷成灵气注入到那个神秘空间里面去 然后再继续刷成灵气注入到那个神秘空间里面去